一位番茄种植户说 这两年他每年都种植这个约下番茄 收益还可以 就除了去年那个收益相对低一点以外 其他的都没问题 今年呢 他准备再种三个大棚的约下番茄 但是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温度高 就是约下种植番茄 它的投入成本 包括管理难度 都要比我们那个求延后这一块 或者约中番茄种植这一块 难度要高很多 在夏天等到白天以后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的温度 会迅速上升到40度以上 这个温度是非常不适合 我番茄的生长的 所以我们种植库通常就会采用 好比说利用遮阳网 或者给我们棚模上喷这个泥浆 包括喷湿这个降温剂 我们大棚内 我们经常会喷洒这个清水 来降低温度 但是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降温的方式 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 就是说会出现番茄的旺涨 包括番茄静嘎的细弱 导致番茄做果率 包括做果难度很难 今天给我们种植户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种植基地 在有些大棚种植这个月下番茄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控制番茄旺涨的 我们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去掉了番茄顶端的生长优势 也就是说在我们番茄生长以后呢 出现二岁花 它这个花刚开放以后呢 我们在上部留下两片叶以后呢 我们去掉也就是摘芯 我们摘芯以后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第二细绿花下方呢 会长出一些侧蔓 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比较粗壮的侧蔓以后呢 让它继续生长 同样的方法 也就是在这个侧蔓 第二细绿花开始开放以后 我们同样把它这个顶端给它掐掉 这样的情况下 就一层一层往上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番茄的主蔓 实际上也就是在曲曲弯弯的生长 这样的方法呢 实际上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掐到它这个顶端 然后促进我们这个番茄的净刈促状 然后呢 去到我们这个饱花饱果的效果 对我们产量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同时呢 这个番茄的商品性也非常好 甜瓜品种呢 这几年发展的比较多 也比较快 尤其是羊角蜜这个品种呢 口感脆甜 相对来说 我比较喜欢这个品种 本期视频呢 我教给咱们大家一个小技巧 掐尖 合理的掐尖呢 能够使一颗苗子 最起码要比你正常多结 三到四个光 呃 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当这个主慢呢 长到十公分左右的时候 也就是达到了四片真叶以上的时候 我们呢就把主慢的生长点给它掐掉 让周围的侧枝呢 开始连续继续的去生长 当侧枝呢 也长到四片真叶以上的时候呢 我们呢 再把侧枝的生长点给它掐掉 前后呢 大概是相距了十天左右 把侧枝的生长点掐掉以后呢 让侧枝呢 再蒙发出 孙脂 也就是说孙脉 当孙脉上呢 再长到四片真叶时呢 我们再去摘出生长点 这样的往复 反复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 通过这样的一个措施呢 使营养生长呢 逐渐的停止 而转化为了生殖生长 也可以呢 使营养达到充分的积累 当第一批甜瓜 那么做稳以后 我们呢 去给它浇一次水肥 同时呢 页面呢 要进行喷散一次 熬核胎的钙肥 好了 感觉视频可以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对于咱们大鹏种植户来讲啊 这几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种的蔬菜 要看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的影响 同时呢 还要考虑一些羊苗啊 肥料啊 人工等等一些费用 如果呢 这些把握不好 可能一劲呢 都有可能是白干了 尤其是对于肥料这块 它的使用呢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本期呢 我就教咱们大家一套自制的生物菌肥的一项技术 首先呢 首先呢可以挖一个一米左右的坑 然后大小呢是六方左右 底部呢可以铺上塑料布 然后呢将一些鲜杂草 或者说是一些结梗 这个结梗呢要切碎 这个量呢一般以500公斤就可以了 再加上玉米淀粉呢 是五公斤的量 我们平常 家里面这个麦肤 就是这个肤皮啊 15公斤 另外呢再取一些红糖 10公斤 过灵酸钙 12公斤的量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配上微生物这种圆均粉 一般用一斤的量 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 然后呢开始去灌水 这个水量呢 一般以淹没结梗 一般是30公分 只要超过了30公分就可以 做到以上这些步骤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我们呢就可以给它进行遮阳处理 比如说可以盖上一些遮阳布等等 每隔8天左右呢 给它翻动一次 搅动一次 一般25天以后 咱们种植户呢 就可以取出这个生物菌液 来随水进行充施追肥 就可以了 好了感觉这个视频呢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请在下方呢 直接点击关注 农民有福了 4月3日 农业农村部 与财政部 发布了2018年 会农政策 将在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和内蒙古 针对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补贴 大豆补贴标准 要高于玉米 补贴资金通过 一卡通等形式 直接兑现到户 而且大豆补贴标准 要高于玉米 二 继续在新疆 实施棉花目标价格 补贴政策 2018至2019年 每吨为18600元 补贴资金采取 一卡通 直接兑付棉花种植户 昨天呢 广东的一位种植户 通过微信呢 向我咨询了一个问题 它主要是 种植陆地的一个番茄 那么现在 番茄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蜘蛛上部的椰片呢 出现了黄化的一个现象 而且呢 已经停止了生长 另外呢 比较就是严重的一些蜘蛛啊 已经出现了 那么干枯 这个现象呢 还不少 据这位农户介绍啊 已经使用了一部分赤梅素 而且同时 也使用了一部分 这个杀菌剂 也就是也哭错 但是使用上以后呢 效果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我相信咱们很多的农户啊 可能也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咱们种植户是怎样做的 呃 其实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本身啊 就是一种缺酥症 是一种缺膨的一种表现 好多农户呢 其实把它混淆概念了啊 认为有时候就是一种呃 这个植枯饼 呃 用这个植枯错呀 或者说是补充一些甲元素啊 实际上这个不对症 你反而呢 可能会延误它治疗的时间 那么针对缺膨这个情况啊 咱们这个土壤本身 它就缺少膨元素 呃 尤其是你使用的 比如说甲元素或者钙元素呢 使用的量呢 达不到 或者说是使用的这个量 严重的过剩 已经超标了 那么它呢 也会导致根系吸收 那么这个膨元素呢 就是会导致一个抑制的作用 吸收不上去 要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的建议呢 是 那么你在做底肥的时候 呃 就要去补充这个膨元素 比如说一模的呢 我们可以使用膨酸 呃 一公斤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液面喷雾的方式 呃 可以用比如说300倍的膨酸液 来进行喷雾 一般就是5天左右 这个现象呢 就可以消失 好了 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直接点击下方关注 眼下正是准备春耕的时候 在东北的很多地区 开始有大量的种植户 准备种植大豆 大豆成为人们眼中的香伯伯 虽然补贴力度没有那么大 但是依然有大部分人热衷于种植大豆 种植户刘敏告诉我 他们的合作社准备把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加到10万亩 种植大豆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玉米的价格低 因为前年种植大豆让他们尝到了甜头 刘敏说 经过大豆和玉米的轮作 它们的产量比连作的产量要高很多 而且施肥量也没有那么大 其实大豆和玉米轮作能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玉米是一种洗蛋的作物 而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 大豆与根瘤菌共生成根瘤 根瘤可以将空气中的蛋还原成植物生长所需要的鞍 这样在种植玉米的时候将土壤中的鞍利用起来 而且能减少肥料的使用 这种做法不但能合理的调节土壤的结构 而且还有很好的促进产量的作用 互补的两种作物轮作是最好的种植模式 感觉视频可以 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岳 然后我后面这个是孟琪 先过来的 今天是叫孟琪过来种菜 这要怎么做 咱这个工具是比较称手的 你看一下 贴着这个学团直接挖进去 然后在这里边挖一个坑 加的时候稍微按一下 避免这个根浮起来 一行就横行种四个 输行种九个 对输行种九个 月姐咱这平常都干点啥 在你的大棚里边 大棚里边一般就是常规嘛 就育苗 育苗 然后浇水 过个机制啥的 然后就是大棚里边每天遮阳放风 遮阳放风 对啊 这个现在比之前可是简单多了 现在有这个电钮 上去按一下 这个棉被自己就下来了 遮阳的话一般就是早上10点多到11点这会儿 开始把这个棉被降下来 现在夏天温度高不遮阳的话 这个菜长不好 容易直接给干死 那你在这有多长时间了 也没多长时间 小半年吧 小半年了都 我以前看过你一个视频啊 啥视频啊 我看到你一个推拖拉机的视频啊 你力气好大呀 拖拉机 想说拖拉机不堪回首 学了好几天 算是没勉强 学会了怎么离地 但是我感觉你推拖拉机挺好的呀 那个东西重吗 不是重 是特别重 特别重 而且这个拖拉机是借的邻居于大爷的 玩得特难开 因为是老机子 就是特别沉嘛 被拖拉机带着跑 那感觉你没体验过吧 没有 那你挺有力气的呀 被练出来的没办法 女汉子就是这么练的 那咱在这动大棚的很累吗 怎么说呢 说累也不累 说不累也累 反正就是闲不着 闲不着 但是不太累是吧 那你一直闲不着的话 你觉得累不累 哦 那是挺累的 现在这个菜差不多就要种完了 然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还可以的话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个赞